男持槍闖賭城 截走4500萬籌碼 電影《瞞天過海》中 喬治、克魯尼、布萊德、比特等巨星 飾演的11名犯罪專家 精心策劃結案 在拉斯維加斯的貝拉吉奧賭場金庫 竊得巨額籌碼 想不到在現實生活中 這個賭場真的被劫匪光顧了 單槍匹馬的歹徒 從戒備森嚴的賭場 截走4500萬台幣籌碼 比電影情節還厲害 這名持槍男子 週一凌晨約3年50分 騎重機車到達賭場後 快速走向一張賭桌 要所有人不許動 還用槍指著盒關 將桌上所有籌碼全部疊走 整個過程不到3分鐘 截匪就騎重機車揚長而去 當時現場約有15名賭客 無人受傷 警方相信截匪上週四 也在另一家賭場搶走了 價值160萬元的籌碼 東新聞總和報導